《新冠肺炎》 籠罩在新冠肺炎陰影下的 2020年情人節分外冷清 北京的一家每年此時生意紅火的鮮花店 今年的訂單卻下降了近50% 迫於日益沉重的經濟壓力 中共當局不斷鼓勵大陸企業復工 但不少地區擔心疫情擴散 拒絕或延期復工 而各地不斷出臺的嚴厲措施 也讓企業復工變得更加艱難 2月14日 北京政府發布通知 要求所有返回北京的人 必須接受14天的自我或集體隔離 拒絕隔離者將被依法懲處 還有更多的大陸城市下達禁令 對在本地沒有房產的外來人員一律勸返 甚至根本不准進入城市和居民區 而各地的這些禁令 讓全國1.6億人在本週內返程復工 變得幾乎不可能 週五還有消息傳出 潘岡重慶太野公司在復工後 爆發了嚴重聚集性疫情 造成該公司出現兩例確診 一例無症狀陽性感染者 與患者有過密切接觸的超過100人 目前整個公司已被封鎖隔離 停止生產 而美國由於及時採取了嚴格的防控措施 至今為止將新冠肺炎的感染病例控制在15例 61%的美國人對川普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感到滿意 週五 新冠病毒攻入非洲 埃及確認了該國的第一宗新冠肺炎感染病例 患者非本地公民雖然感染病毒 但並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埃及當局沒有透露關於病患的更多信息 2月14日 新加坡的新增確診病例再闖新高 共有9起感染病例被確診 感染總數達到67人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 由於新冠病毒的影響已遠遠超過SARS 新加坡的經濟可能會因此陷入衰退 同一天 日本也新增8例確診病例 病患分別來自東京都 河哥山 沖繩 北海道 愛知和神奈川等不同地區 其中多數為本地人傳人感染 到目前為止 除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的 218例確診病例外 日本本土的累計確診病例已達到41例 香港週五再確診3個新增病例 使得累計確診病例增至56例 其中43例為本地人傳人感染 香港教育局已宣布 全港的學校不得早於3月16日開學 避免病毒在校園傳播 截至目前 新冠肺炎已蔓延到大陸以外的 28個國家和地區 累計確診病例超過500例 死亡3例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